韩国发生超级传播 韩国疫情告急 现役军人被感染超级传播者出现 据韩联社20日报道 目前韩国大修发生新冠肺炎超级传播事件 防疫部门积极隔离 与第31例确诊病例接触者 并对该患者一起做礼拜的 新天地大修教会1001名教徒 实行居家隔离措施 据韩国防疫部门介绍 出发超级传播事件并引发 爆发疫情连锁效应的是第31例病例 是一名61岁的大修女性 她在过去的三个月内没有出卧国 也没有与疫区高风险者 扭迫明显的接触史 患者本人曾在月底因车祸在首尔就医 并在2月1日出现发烧症状 2月14日开始出现肺炎 她接受治疗的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 也确认感染 直到2月17日确诊之前 这名感染者一直在四处活动 一共参加了四次教堂聚会 最终触发了超级传播事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本部长 郑银靖表示 鉴于病毒的潜伏期最长为14天 防疫部门在调查患者出现症状前 参加两次礼拜 和出现症状后参加 本月9日和16日两次礼拜的出席人员情况 目前 已从新天地大丘教会 获取了第31例一起进行礼拜的 1001名教徒名单 正对这些人采取居家隔离措施 并通过电话 询问了这些人是否出现了症状 据大丘市政府发布消息 接着到20日上午 新天地大丘教会1001名教徒中 回答有症状的人 有90人 回答没有出现症状的 有515人 其余395人尚未取消联系 目前 已有39名确认患者被查出 与大丘教会有关联 这被韩国官方认定为超级传播事件 据中国反邪教网早前报道 新天地 全称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篷圣殿 由韩国人 韩李万熙于1984年3月14日建立 总部位于韩国金子道果川市 是基督教公认的邪教 二十日韩国一名海军士兵 被发现感染新冠肺炎 是韩国军队系统首例确诊感染病例 该士兵最近回到国子的家乡大丘 据韩联社交集 21日凝晨 韩国中清南道一名空军军官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该军官已被送去医院 该军官在休假期间 前往大丘市与女友见面 其女友为此前出现疫情爆发的 新天地大丘教会成员 此外 据韩联社21日报道 韩国中清北道某陆军部队 一名射精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既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目前韩国三军均发现了感染者